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飛安天娜 彭丹這個是一個騙局 越揭越多 越揭越多 那彭丹是什麼人? 彭丹是一些高級幹部的子女 和鄧小平和江澤民都有多少關係 結果他下來香港做三級片的驗星 只不過靠個空而已 沒有真正露點的 就是說驗星不是脫星 這樣也對的 但是對於他的樣子就變化萬千 我們不說 在這次博鵬論壇上高 他出席的時候他代表了中共 接著他講就是什麼? 他講給大家聽 洪刀拉斯能夠和台灣脫歐 而和中國建交 無非就是他用民間的力量去完成了 說是堪比迪拿超越迪拿 但是官方上是一些這種說法都沒有的 只有彭丹的自說自說 當然了 星島日報是第一份報紙 是講出來 就是洪刀拉斯和台灣在3月20日正式宣佈斷交 中斷長達82年的外交關係 同日宣佈與中共建交 香港的媒體 當然有紅色基因 星島日報發表專訪報道 中國清聯常委 國際經濟戰略研究院院長龐丹 上個星期四出席海南博澳亞洲論壇的女性元卓會議時受訪 透露自己是中共建交發揮民間外交家的積極作用 結果掌聲一篇 跟著就說又不是讀經濟 什麼都不懂 竟然是什麼經濟戰略研究所有沒有搞錯 你怎樣可以做個院長 結果彭丹他公開澄清其實是一間公司 不過我將公司的名字改成這個名字 你可以說他是NGO 事實上彭丹是有實力的 當然背後有人 今時今日可以出來講這番說話 算是不錯的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腦筋的女生 她在香港出了名之後 跟著回大陸拍的就是紅色解放軍的喜劇 包括南泥灣 跟著在最偏遠的地方 就是說少少錢就能夠做政協 跟著當他成功了之後 就一路打拼 去到一些主要城市 跟著加入中央 更重要 就是他背後有人 因為他的資金來自是什麼 他來自直銷公司天師集團 而這間天師集團過去十幾年來 被捲入詐騙賄官員這些風波 但是集團至今押納不到 那你就明白 什麼叫做背後有人 而彭丹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有人問他 喂你是艷星 跟著現在你又拍抗日神劇 拍紅色劇集 為什麼呢 他只說了 其實無論是艷星 這個是商業的決定 而拍紅色 這些電視劇 這個都是為人民服務 兩樣東西根本上是沒有關係 但是以前我是靠空 空暴賺食的 但是現在我也是靠空 不過空襟廣闊這樣 融入革命的體系 彭丹說得很好 但是現在踢爆了 原來你這個只不過是一間公司 用這個名義而已 而中共來到今天都沒有對彭丹的懲處證明 彭丹後面有人 為什麼這麼說 第一天師集團 這間直銷公司 過去中共打了這麼多間的傳銷公司 直銷公司出來 他還頂得住 第二是什麼 第二 作為這間的 要看回名字 中國經濟戰略研究院 中國青聯常委 這些銷頭 即是等於一間公司是NGO 即是說一些所謂非牟利的企業 過去中共打這些是打到首遠 即是說不能夠給你這些公司出頭 一定要歸阿爺管 但是你看到彭丹還可以在博鵬論壇出現 還是風光這樣 自己自說自話的話 那你說 他後面究竟是誰 誰頂得住 老頂是誰 是不是真的躺上去 那這些由你們說 即是由頭到尾 自編自導自演 官方沒有證實過 紅刀拉斯真的關你事 愛國是有報酬的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ARE 訂閱 課金看廣告 可以的 畫家入會員和Patreon 所以大家支持 拜拜